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那人能够赢下比赛 更别说近胜两球关盘晋级 球队可燃的18人大名单里 有名球员是20岁以上的新人军 双平名单可以直接凑出一套主力阵容 主场零比二的落势 就让不利的紧运下 所有司客让上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从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务 这次情况更困难 但如果我们打进第一球 什么事就都可能发生了 我们0 二月后 但我们永远不会把一场比赛当作一半之战 每个人都立即我们出局 但在曼联和曼联球员身上 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有些媒体和专家开始质疑 是什么让索尔斯科朗如此自信 在这样决定的境地下 还能说出这番话 手朗比赛的结果让人不吃一惊 比赛的走势真的像他在前输的一样 孟林做到了 哈曼开场两分钟就打进来第一球 随后 比赛就开始朝着孟林想要的方向发展 尽管巴林甚至尔曼没过多久就搬平了比分 但这次还没有动摇冒连球员产生求生的信息 他们坚定地执行着索尔斯科要不置的战术 稳固防守 刺激而动 装营 对方的失误 向雷卡库抓住机会 将主动再次插出 似乎从这一刻起 就注定了 这将会是一个神奇的未来 当然这一切都供供依所述的 台东的战和领场调度 几次改变策略和打法 有针对性的战士布置 达到了最终想要的效果 而大巴林则因为图赫乃的保守付出了放下 上半场的两个盯球让球员们 甚至图赫乃自己都对球队的防守 奉失了最信心 下半场没有看出卡瓦尼加强全场的腰致力 还是换上了帕罗德斯和梅尼烈 加强防守和中场控制 索射的负心和图赫乃的把守 形成了先人的弊底 翔令相逢人惹胜 最终漫延下到了最后 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如此神奇 看着索尔斯科拉兴奋的脸庞 时间反复回到了1999年 地震游人图四的半决赛第二回合 也是在首回合主场冰庭 课场开局一名比岸落后的情况下 三盘晋级 这样的逆转 这样的血性和激情 再看看看台上对着的福格三爵士 正是红名精神的轮回以继承 在老红魔索尔斯科拉的带领下 相信那年会迎来一个新的重生 或者再担当一点 先订一个小目标 新人的二冠冠军如何 不可能 看看今天的比赛 这种事情 我谁说的可能 没想到 并不是 shiny